今天咱们做一个茄子青椒炒肉 大家看没 这茄子是我自己的楼下种的小茄子 长得不好看 但是应该味道还不错 都挡好了 直接摘了两个 然后把它给切成条吧 装到盘里面备用 一共没几个咱们都给它切炒了 虽然没长大 但是感觉好老啊 这里面呢 你看这里面这个茄子的籽 青椒 给它切丝 这一个辣椒的味道都是特别的好 应该是不难吃 装盘备用 再切点红辣椒 装盘备用 再切点五花肉 切成丝 可以了 再稍微来点葱花炕锅 熟炕了 咱们直接炒菜 平米锅凉盈 先炒肉 还是老样子 捂上粉 茄子 茄子比较洗油 所以炒茄子的时候 一定要多炒点油 来点老抽 给肉上剩 葱跟小米辣爆香一下 直接炒 茄子 小火慢炒 防止它糊锅 盐 鸡粉 稍微来点五花粉 来点酱油 小火翻炒个三四分钟 可以了 辣椒 放点 稍微放点白糖 翻炒一下 就可以吃锅了 稍微雷两次 然后就吃锅 这黏糊糊的拌面 绝对好吃 关火煮面条 做好了 拌了拌熔 咱们可以吃 哎呀 哈哈 哈哈哈哈 拌捌 拌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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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拌igt 拌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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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瓜丝酱香味很浓 很好吃 就有一点点的辣 但是很过瘾 吃面必须齿酸